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手向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手小而有形,手厚而肉多 肉柔而筋藏 肉比较柔软,筋藏得住 皮白肉嫩者一生 这个是清闲自在有福气 手呢,还有个特点就是手有如福归 一生不缺钱财 手细小谷向求修土 贫贱多恶 就是说这个手 如果是说比较细 而且呢,这个还漏福金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这个坐牢 这个命运比较悲惨 我们再看一个这个 这也是从手背来看 你看这个四指啊 合得笼笼的,严丝合缝 四指并笼,指缝没有间隙,不露光 这样的女人是很会存钱 特别擅长理财 这样的女人不光会挣钱,还会存钱 家里家外呢,都处理得非常的 这个紧紧有条,让丈夫一心在外面赚钱 我们看这个小指,小指是代表子女和晚辈 还代表着这个艺术口才 智慧 古相术有言呢,这个小指过三观 绝处逢生 不愁吃喝穿 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呢 体质很好 意志力很坚定 不容易被别人左右 将来会很有出息 这个死女也是非常的有出息 我们看这个手掌当中的生命线 这个出发 从这个掌底出发延伸到无明指根部 延伸到无明指根部的这个太阳线 太阳线弯弯曲曲 那么这种属于比较少见的这种太阳线 很长 我们说太阳线有几种 那么是越长的话 代表你的财富越多 表示个人的运势和财富 要经历自己的努力 自己的力量日积月累去巩固 付出的努力会得到相应的回报 太阳线非常清晰 同时在财工也是有明显的景字纹 这也是财运非常的风龙的一种象征 好了,有关这几种首相特点 就简单的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